古代人 古代人的好品位 是什么品位 所以他拿来几个朝代的 这个是 这个是隋代的 我们也称为隋白 这个是目前来讲 在收藏业内非常火热的一个种类 它近三四年的 国际市场的拍卖价格都非常高 咱们先从最俗的开始 这件多少钱拍卖 这件我记得好像大概20万左右港币 这件呢 这件大概可能 我印象不深了 应该在15万左右 这件应该10万港币 那我敢碰了 买得起 买得起 打破了也行 这种叫脚胎 对 这种叫脚胎 这个是哪个朝代的 这个是今代的 距今800年 你看 太特别了 多迷幻 咱们看着这个 这多迷幻 这脚胎 我跟你说 有些古代艺术 你看上去很现代的 对 是吧 这个实际上我们每天 都见 尤其是在香港的朋友 喝那个拉花咖啡 它上面有这个图案 然后去吃那个云石蛋糕 也是这个图案 汝鸽官定君嘛 对 这是这个定谣 定谣 对 宋代的吧 你太厉害了 比宋代稍晚一点点 你看 这就是这个宋代的 这个宋代的很多花纹 就这些暗花 我们称为宣草纹 对 宣草纹 对 很漂亮 刀客的 就是胎装饰 它实际上是用刀 这个泥刀 真的有贴 这是没影圈的 就没有了 可是这个是那个出处 标签 标签 签 对 当然这个到行就 3660人 别好 那个是 开卖行那边 但是我对不起 我可不可以问个 外行的问题 像这个呢 如果是现代的产品 其实我是喜欢 像这样子所谓的这个 这种乳白的那个感觉 但是呢 这个 这边有一个小疙瘩 这个叫瑕疵 你这个看得很熟 然后里面有个小凹洞 那个也是瑕疵 这个还有一个小裂盒 刚才你说到的外边 和里边的两点呢 我们叫瑶叶这个瑕疵 就是它在入瑶的时候的瑕疵 口部的这个是磕碰 就是后天的瑕疵 但是呢 这个陶瓷呢 实际上它有一个特异性 就是整个在现在看到来讲 陶瓷在整个日用器皿中的 使用量非常大 你喜欢白瓷呢 实际上就像我们住酒店 酒店的床单一定是白的 并且呢 我们看西方世界的人 特别喜欢白色 为什么呢 就是它不遮丑 这个床单 床打扫过了 只要有人屁股一坐 你就得再换床单 脏了 很多这个西方人 离开家的时候 会拿白单子 把整个家具都照起来 就是告诉你 这个家里没有人 有任何人进去 我知道 所以你就想 中国人在1400年 到1500年前 用白色来做瓷器 不得了的高度 所以你喜欢是很正常 好漂亮 光美你注意到这个瑕疵 有瑕疵 更偏爱意 你知道 因为这个明代 有一个大文人 叫张黛 说过一句 特别有名的话 可以作为咱们这个交友 交友之道 你为什么应该跟我交朋友呢 因为这个张黛说了 说人无痴啊 人要没有瑕疵啊 不可与交 不可跟他深交 因为他没有真气 你看我这浑身瑕疵 全是真气 您客气 前面还有一句 人无癖 不可跟他交朋友 就没有癖好 你不要跟他交朋友 没有嗜好 因为以其无深情也 这个人啊 能够不要命的 喜欢一个东西 他也能不要命的 喜欢你啊 是吧 当然咱们今天 这个严老师的 这个宝贝做开头 还是要讲啊 跟这个更大多数朋友 有关的 有关的啊 嘉辉你觉不觉得 我觉得现在 咱们这个中国 发展到这个阶段啊 我在很多朋友身上 我感觉到一种 我把它称为品味的焦虑 品味的焦虑 你看现在很多人是有钱了 互相间背后谈论人 都是你瞧他穿的那个 没品味 你瞧他家里那个装修 没品味是吧 可是实际上呢 谁品味都不太高 所以我就觉得 你觉得这个问题 品味到底是个什么 品味有很多的不同的定义嘛 其中一个它是一个一套的标准 那标准是一套一个圈圈 它圈圈什么意思呢 圈着不同的人 假如你不在那个圈圈里面的人 你家不一定认同那一套的品味啊 所以它是一个圈圈 所以那边来区分上楼社会的品味 中楼下楼新中产 白人品味 黑人品味 男品味 女品味 其实是区分 为什么要区分呢 就是想建立自我的标准 自我的认同 自我的话语权 权利 往往那个美学或说那个品味啊 是展现在使用的过程里面 打个比喻好了 我们刚刚说的包包对不对 一个很优雅的女士 女性 我说一些领带服装 一个很优雅的男士 她用恰当她的身份长河的方式 来使用它 那那个品味才真的出来 不然的话 它基本上只是一个价格而已 没有价值 这个里面将来说这个包包 有一个小的故事和段子 我还是很吃惊的 跟我们今天说这个 还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说这个女儿啊 是在国外学金融的赚了钱 给妈妈订了一个 限量版的这个H牌了 大家都知道 是什么牌的这个包包了 很贵很贵 然后呢就给妈妈寄回去了 然后到了这个 隔了几个月她问妈妈说 说妈 包好看吗 妈回答说 这包买鱼真好 直接把水都装回家了 就是有点住 严老师 这个就是器用 严老师给我做了一个 很好的翻译了 除了说很好笑 要来买鱼以外的 我更看重的是 买鱼的过程里面 他怎么样拿那个包包 扔着这样走走走去 那这是用的过程 简单来说 我刚刚举的例子很清楚了 不管那个是十万是百万 假如一个人用不差当的方法 喝 哥 喝吧 我们觉得那个美学 那个品味没有出来 所以说光买 解决不了品味问题 对吧 因为还是你这个整个人 一气贯通的这个人 是个什么人 但是为什么我说他有焦虑呢 他有迫切的希望 别人觉得自己 有品味 有品味 有文化 那他靠什么东西呢 他只能说 你像这个拍卖场上 你说那个贵 你说那个贵 你像我过去听你们说 拍卖场上有那种 有那种人叫大你一口 大你一口就是 你喊什么我就大你一口 你喊什么我大你一口 交不交钱以后再说 对吧 我大你一口 你看他宣誓身份 他找到这种自豪 实际上真正呢 我现在觉得 女孩子都比较注重打扮 但是你知道现在真是这个女性的声音呢 慢慢起来了 我现在发现有些啊 女性主义者啊 说的我们也挺颓 就是说 整天你们要求女人怎么样的会打扮 或者这个以貌取人 看看你们这些直男癌 你们整天舔着个肚子 满脸油汗 你们是什么品味 所以在网上也出来这么一组照片 被称为叫什么直男癌的low low审美你可以看看 这是典型势力之一 就是挂一腰的钥匙串 我上中学的时候 这个是权力的象征 这是管家的象征 你看你再看下边 金的皮带扣 你再看下边 就是穿凉鞋 穿袜子 穿凉鞋穿袜子 这个立领 有时候家会也怎么穿 我从不见干教师 相比之下呢 我好像觉得呢 你比如说 我跟你讲 你像我这个大陆这个北方人 我自己就感觉 我跟他们实际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就是说 我只是做节目 讲究一点 实际上就像你说的 平常生活里 你知道吗 这夏天 我就一大挂茶的踏了板 就是我实际上是个操人 你们实际上是个粗人 但是后来 所以我们那个徐子东老师 徐子东老师有句话很有意思 他就说 他说穿衣服 也是对身体的一种管制 管制 他说 他当年到香港 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他说香港的小孩不穿开裆裤 我们小时候都穿开裆裤 他说你看 我们就穿开裆裤 他会孕育出一种什么样的调调 对吧 就是他比较随性 他比较随性 其实我觉得 我回应 我觉得杨老师讲的那个气息 真的是太对了 我最近因为往返北京跟香港 我等于就是一半一半时间两边住 我在香港住了14年 我刚搬到北京去的时候 就由于刚刚去真的是格格不入 为什么 大家约吃饭 一帮90年代的模特约吃饭 那我就觉得 要跟老朋友相见 就是真的是轻描淡写的 画了一点点妆 去到现场之后 我也是T恤 牛仔裤 去到现场之后 人家干嘛 你刚录完影啊 没有 我啥也没做 我只是觉得 因为我很高兴要来跟你们吃饭了 所以我就画了一点小照 我说对对对 刚录完影 但事实上我没有 结果我就知道了 原来以后跟我这些朋友们 还有生活中的一些朋友们 我绝对不能化妆 因为你一化妆人家就觉得 太正式了 有意的 刻意的 对 你太妆了吧 你干嘛呀你 然后所以你一干嘛 人家就说你今天穿裙子 你是去录像了吧你 所以我不知道 就是说有那么一帮人 但是也有一帮人 就是即便他去倒垃圾 他还在踩高跟鞋 浓妆艳膜 也有那么样一帮人 但那个可能比较不是 我的生活圈里面的 然后最近我回来香港之后 我就又是聚一帮90年代的 这些模特儿碰面 我一去我就基本歇菜 我真的就觉得 我是一个床上大妈 我真不骗你 就是说他们就是每 我跟你讲 我们那个年代的模特儿 我觉得很厉害 就是每一个人的状态 都保持得特别的好 状态特别好 状态好之外 还有那个气息 人家就是也是轻描淡写的 一点点小淡妆 我就觉得 我那气息上哪儿去了 都拨洒在朝阳去 实际上 广美说这个 跟刚才 这个文涛你说这个呢 比如衣服是约束人的 中国人喜欢玉 刚才讲了说玉的感觉 我们有一个古词 叫环配叮当 环配什么概念 就是你穿在身上的时候 或者是佩戴在身上的时候 要约束你的举止 你走路的时候 是要有方向的 否则的话会把玉碰得很响 或者会把玉碰碎 实际上它就是 特定约束你走路的品位 举止的方向 头得端正 身子不能乱摆 所以这个来讲 在古代都有 就是整个的我们这个品位 实际上它就是生活长期惯性 实际上品位的 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三个口为品 很多人说这件事就是品 品有很多种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所谓大家所里认可 所谓大家 还是圈子 其实是有圈子 所以像我们回看维多利亚年代也好 巴黎说当时所谓友贤阶级 资产阶级出来 取代贵族的品位的时候 居然会有一句话 用中产阶级的 跟资产阶级的品位圈形成的时候 居然是瞧不起贵族的品位的 我们一直经常说 真贵族 感觉是好的东西 他们是瞧不起 骂人的学校会说 这个人的品位蛮贵族的 蛮贵族的 装 须 用普通话可能是高大空等等 那个自以为了不起 没有 我们新的资产阶级 我们这个东西 里面还有召唤价值的 我们的这个东西 那个手表 这个拐杖 除了说有品位以外 还可以卖的 还可以保值的 对贵族来说 这个不重要嘛 我一辈子不可能卖这种东西嘛 对于新的城市的 巴黎的资产阶级是要卖的 所以他们要圈圈 对 嘉辉说的这个圈子呢 就是规矩 在这个圈子之内 大家是同类 但是这个品位啊 跟真伪有没有关系 你比如说我为什么讲这个事呢 你比方说 好比我买个房子 我当时啊 你就要费了多大的劲呢 就是我也很同情那家人 我买的是个二手房 哎 房子是特别好 完全满足我的需要 我唯一犹豫的就是说啊 他整个这个欧式的 所谓的这个欧洲的这个装修 你知道吗 这个这个房顶啊 金的 不光是金的 他房顶拿木头镶起来了 一个一个格子 然后这大个水晶大吊灯 就在我的头顶 然后所有的墙都是贴着花墙纸 哎呦我的天哪 我就觉得这个房子怎么那么闹啊 对吗 怎么那么闹啊 我说最后我下决心买下来 买下来我又花了 跟他同样这个装修的这些钱 其实我才发现 他这些假欧洲啊 真正花不了多少钱 不是 花同样多少钱 干了个什么呢 回到寿楼标准 四白落地 拆着 这可能是我的个人爱好 就是全拆了 全剥了 就这么弄 然后呢 你看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里边反映 这个中国的很多问题 就是我找的这个装修队啊 是一个艺术家介绍给我的 哎 他就等于说这个装修师傅呢 受过这个艺术家的训练 有美术训练 所以他非常讲究精确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把这个 把他们全扒了皮 给我回到四白落地 他来给我表工啊 那意思就是说 他收的钱少 他说你知道吗 我这个墙啊 从这头到那头 给你找平 我给你没了地 有半尺厚的逆子 这说明我们这个楼啊 甭管欧式建筑什么建筑 实际上墙都是歪的 他说什么叫高档 他说你现在看 我给你这个墙面 没有那个阴影 就墙是 就齐平的 标平的 所以他说他们贴花枪纸 他们搞的这一个 实际上你就看不出来 歪了 这个建筑本身 这个墙都是歪的 这个都不是平行的这些线 那师傅介绍给我吧 我们家师傅 那个毛平房来 他直接给我摁一三甲板 直接摁上去 他不给你找平 不弄逆子 他就说你这墙不平 我给你摁一层那个 我说你每一道墙 摁了这么厚的板子进去之后 也就是说我们家原本可能是 2000尺的房子 被你一摁完之后 剩下1800尺 这个很精确 加币墙可以藏人 对啊 走廊本来这么宽 忽然变这么宽了 就是为什么后来我就明白了 我也不能说瞧不起什么欧式 欧式有什么不好呢 我后来去欧洲 你看凡尔赛宫 你确实 所以那为什么你看 我们会觉得中国人 现在装修都喜欢欧式 但是为什么我看我买那欧式 我就觉得那么彩呢 就是为什么 这个实际上呢 我还真是观察过 您说这个欧式是什么造成的 我们现在近几年好多了 早几年有很多所谓 国外的名字品牌的这些家具 也包括装修 它主要用的是什么呢 就是石膏 一个很漂亮的凳子 它实际上就是拿石膏糊的 然后给你刷漆 它给你看到的欧式是不一样的 它只有一个皮 就外边那层假皮 里边全是糊的 你拿脚一踹倒 那个凳子里边全部是那个 就相当于你买了个凳子 它不是木头的 它是拿石膏做的 这就跟现在咱们盖的 很多那个新庙一样 你看也是那个大屋顶 也是那个斗拱 但是都是水泥弄 对 它拿水泥倒磨的 这算水泥雕塑 是吧 就算它弄得再好 假如还是一种用这个字 气用气用 就是说你还要看谁跟你一块用 听说内地有些城市 好像装潢成变成欧洲城 不是吗 那房子全包叫小镇 甚至大门都请了一些养鬼子 杂装戴着高帽子 骑着白马在守卫 可是你住在里面走到那边 你看到一些距离 不是那个格调 有些是很好的 品味着我们非常敬仰 可是好多你又觉得还是拿着一个 一个很贵的包去买鱼 去买菜 倒过来 我说一些可能有人觉得 非常不舒服的话就说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去日本 不仅是香港 内地好多朋友 因为我们都明白 同样的景观 有时候我走到香港 觉得有些景观 我眯起眼睛看也蛮不错的 某些街道 日本等等 可是出现在那个地方的人 你就感觉 让你整个整体感不一样 气势不一样 去了日本不管走到哪里 基本上你看到 用来这里出路的人 然后她的仪太刚说到 有没有化妆 日本女人喜欢化妆 老太太也化妆什么什么 基本上打扮是一种礼帽 假如我们再说到品味 这是一种礼 礼帽 对 它肯定是一种礼帽 然后甚至说要东西礼 不管开档库什么 那它里面有一个礼的要求 对于行为举止的标准的要求 所以去日本你知道 不仅是享用那种品味 不仅是买那种品味 也当买那种想象 把那个东西买回家 去日本的快乐在于说 我能够看到一群这样的人 使用那个东西 用插炉持份的身份 跟仪太来使用 对 这个很重要 非常重要 就是场景境遇 和它所有的环节 我觉得讲品味这个事情 是很不公平的 因为你的生长的环境 你的家庭的经济条件 允不允许你 你还有没有那个时间 去研究这些东西 还有你的圈子 是不是对的 就像这个 我刚才杨老师把这放我面前 我真的心惊胆战的 我好想进这个圈子 但我咋看也没看懂 就是我觉得圈子真的 没有 广美你说公平也行 不公平也行 不公平 这绝对公平不了的 因为当你说 我一开始说品味 这是不同的圈圈的时候 当然有不公平的部分 等于是说有人住两千尺 我家里住三百尺 一样 我住过一百 坐什么样的车 你刚刚最后一句就对了 这是我要说 你说你也住过一百尺 那现在住两千尺 中间的过程 你要付出什么呢 比方说你刚说 我也想进这个圈 可是我没看懂 问题是假如你要的话 你可以学 比方说我不会说你好 我比方说一个人走过来说 我看不懂 只知道跪 我想进我不懂 可是不懂的话 我会跟他讲 小朋友 你每天把看韩剧的 那三个钟头 看点书 了解器物的美学 了解这个那个 不用三年 不用两年 一年 或甚至半年 你就懂了 你要懂领略了 慢慢再来就行了 那这一点来说是公道的 你要不要把你看韩剧的 那三个小时 花在这里 去奪取 当我们讲的品味 英文有个字很好的 说品味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或是文化 是奪取得的 你要付出的 要去学习 要取得的 不是我们坐下来说 你有钱就有品味 你生下来就有品味 没有这就会是 能什么说我们看韩剧的品味 就是不好 你这样想多了 你这样想多了 太多了 我现在是说那个选择 你要把时间花在哪里 它是这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刚才广美提到了 住一百尺的问题 就是说在今天社会里 更大多数的 比如说年轻人 我没有什么钱 甚至我也没有什么时间 对吧 谋生就占据了 这个这个就权力挣扎了 对吧 那么品味这件事 在我身上怎么说呢 实际上这个倒过来 咱们就说这个一百尺 真有意思 我前一段时间也看过 几个这个网上的新闻 就比如说有年轻人 夫妇两个人 到陕西的中南山去住 两万块钱 他把屋子布置得非常典雅 实际上我认为品味 在很多时候呢 他不是说一定要拿 某种东西量化 而是你找到一个 新安的地方 我可能这个房子是旧房子 我夫妻两个人 把它整理一下 干干净净 非常整洁 和我心爱的人住在里面 就满足了刚才 嘉惠说的要求 和什么人 在什么境遇 旁边全部是群山 那个是不用花钱买的 全部是这个 苍翠绿色的植被 不用买的 到了冬天 是白血挨挨 也不用买 但是他同样是品味 所以穿开档裤也是 也是品味 也是品味 很高的品味 但是像这些年龄 广场舞也是品味 当然 我一直替他们变酷的 他用大妈美学 是品味 真的被妖魔化了 我经常跟批评大妈的 一些特别香港的 年轻朋友说 我说你期待怎么样 假如在你眼中 这些是中老年的妇女 你期待他们 是不是不跳广场舞 每天在家看韩剧 打麻将 打小孩 偷看老公 手机电脑 更有品味 更健康 你才会体验很深 那与其像他们打扮的 飘飘亮亮 健康 然后去广场舞 大家展现他们活力 偶尔好像听说 还搞点外遇 这样当然不好 不道德 没有 很多时候是丧偶老人 在广场舞上 就又结新欢了 没错 我觉得凭什么呢 凭什么你就说 那个完全服侍了 大妈美学 当然大妈两个字 已经是一个标签 所以你看 就是大妈广场舞这个事 他们的争议 就很显然的反映了 我们刚才说的 品味的转化 圈子和圈子之间的对立 比方说很多年轻人 他瞧不上你们的广场舞 他不喜欢 他很大 你比如说 如果我假想一个 如果是一帮大爷大妈 在体育场里 他跳拉丁舞 可能很多人就会看见 真有范儿 热情洋溢 真有范儿 有他认同的 但是呢 好多年轻人可是说 穿的那个红配绿 对吧 唱着那些个歌啊 都是那个 两百年前的那个歌 所以你看 他其实是关于一个品味的歧视 还是代沟 变成另外一种 对吧 你这个大妈是没有品味 但是实际上 大妈也是 也是有品味的 大妈也有大妈的美学 他觉得这样美啊 红配绿 开心 开放 你还真是红配绿 你色盲啊 我这分明是蓝色 对 什么 大海的颜色 色弱 就是你看 现在咱们中国 也许是就是说 面积大 人口多 人的圈层也是最多的 对吧 都无所谓 有时候蛮好玩的 我讲一个例子 虽然很容易被人家误会 我说一定攻击前辈 这是想讲墨言先生 墨言大师 富有 我怎么讲那句话 富有诗书 气自华 对 谢谢 我知道他太懂我 我跟他交往20年 我讲前面两个字 他就像那个自动翻译的 给我 明白我后面要讲什么 富有诗书 气自华 对吧 那还是了不起 实际上 您刚才说这个就是 品味前面换一个字 配味 品味也是配味 它得协调 不协调的东西 确实很难产生品味 我们前面叫品味 刚才 教会说这么长一段 非常好 就是配味 就那天去的时候 墨言先生的衣服 和他所有的形象 和他要去的场景 不配味 所以你就会感觉 没有品味 谢谢 我可没这么说 你说 我来翻译了这个概念 他有人替你说出了 你没说出的话 但是就是根据我 这个后来又移民到 这个北京之后 我这八年来我的观察 我发现就是很多的专业人士 他们会普遍 尤其是男士 他们普遍的认为 富有诗书的人 是不可以过度的装修 装饰 打扮 否则会觉得 会损坏你的专业性 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他是 我觉得这个事 说的就复杂了 就是说你看 你刚才讲这个莫言 我再给你讲一个人 就比如说这个北大教授 说纪宪林 我们还有另一种美感 就是说在北大 说见到纪宪林 那学生不认识 以为是个孝公 老头 后来才知道是纪宪林 永远就穿这个旧的 这个中山装 中山装 跟个孝公一样 看上去 但是中国古人有句话 叫圣人不像 就是说衣观看人 是大部分一般人的程度 但是那些真正的 你看我曾经有一个观感 有一个观感 我觉得就挺有意思 就是说穿的特别合适 就像你觉得特别配位 形象和衣着特别配位的 我在中国的演艺圈观察 往往是第二等的明星 你看他们的容貌 身材都特别配位 但是你比如说 中国最火的 你比如演小品 赵本山 你看赵本山老爷子 他就已经到了一种 穿什么 随意了 就他无所谓 你甚至比如说 说最有名的导演张艺谋 你看张艺谋穿什么 就是一个甚至 可能说一个运动裤就来了 身份 文章身份 好像我就觉得 到了莫言这种程度 我们认为他似乎他自由了 他到了另一个程度 就是我们还有那么样的一种 另一个世界 另一样的一种审美 就是他没有什么配不配了 当然 你这样说的 你刚说 季献宁也好 赵本山老爷子也好 江艺谋 身份 我们知道某些人是什么人的话 就等于是说 我们经常说 李嘉诚香港 经常宣耀 你看我的表 就300块而已 什么时候 我们不会取消任何品位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谁是谁 他的身份等等等等 他的好处在哪里 甚至我感觉 像咱们中国古代讲 这个季公和尚 季癫 穿西装吗 他算有品位没品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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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